鸡肉的做法 准备食材 鸡肉、青辣椒、蒜拌、生姜、花椒、西红柿 1. 鸡肉洗净 剁成块状 生姜切片 青辣椒切丝 西红柿洗净切丁备用 2. 将鸡肉焯水后 捞出备用 3. 起锅烧油后 放入姜片、青椒、花椒 炒出香味 4. 倒入鸡肉翻炒并可 依次加入盐、生抽 继续翻炒 5. 翻炒至鸡块出油后 倒入西红柿丁 翻炒均匀 再倒入适量清水 改锅焖煮一会儿 6. 最后开大火收汁 加入蒜拌 继续翻炒几分钟 就可以做成美味的红烧鸡块 炒除酸 3. 用炒 예�